好 陳公子 也這樣啊 也這樣 好多人 外頭好多人在看著呢 合愧到自己的生活多一些了 但也正是因為這樣才有更多養分 可以投注在之後的角色裡面 所以 不好意思 雖然可愛 也常常一直被說 但是不同年紀 嘗試散發出不同的可愛好了 我懷孕了 然後為了要留住他那一段 我不好意思念 你來念好了 蛤 我要念啊 那一段 好 陳公子 別這樣啊 別這樣 好多人 外頭好多人在看著呢 沒有 那種不能 不能 不能 rehearse 我們就大概走位 然後 然後 嗯 我覺得畢畢也是一個 蠻願意接球的人 對 所以 我還蠻大膽的 就我想像中 小乞丐集中生智 然後 給他聊得多的時候 那種 要嘛就律師劇本 要嘛就 受我的意義 那種的感覺 對 我還蠻大膽的 但 他有什麼反應 就是他選擇給整 狗屁成公子 狗屁成公子 狗屁成公子的反應都很 我完全不會 我都覺得 後面那位男士 應該會比較害羞 對 嗯 就 當你心太 心太白定了 就是覺得我就是要整他 我就說要整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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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不可能害羞 我覺得當一個男生 真正在乎一個女生的時候 他其實很多 眼神 就是你不要聽他的原因 眼神跟身體反應 是最誠實的 所以他怎麼會接住他啊 他假摔的話 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然後他怎麼會去 找東西給他吃 還讓他引 引路到廚房啊 這就是行為上 心口不一 就是身體的反應 一定會誠實 一定會就是接住啊 對 所以有的時候在這些有 有趣的故事橋段裡面 你也可以虧見人生的 周圍沒人了 你可以醒了 剛才的事我都知道 別再瞎鬧了 多謝殿下 麻煩放我下來 好啊 為什麼這麼涼 話不清 我裝得可笑 誰叫你摔過我兩回 看來你是沒摔過我 你要再敢摔我 多少 流動 誰叫我 誰叫我 天哪